梅雅 欧阳 现在这么晚又打不到车 你想让她被淋死吗 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她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欧阳 昨天发现信被你填满 小心的是她 寻找着答案 没有 想过我的船 渴望能靠岸在大风浪 也不能阻挡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开门 推去浮华的简单 直到永远 上车 护士 护士 他怎么样 患者是肺部感染 还好你们送来得比较及时 如果再这样烧下去 后果很严重 他现在一般的消炎药 引起不了作用了 我们给他打了有针对性的消炎药 很快就会起效果了 谢谢 打完这瓶告诉我啊 还有四瓶要打 好 先走了 你 什么时候 孙蕾 我妈 我 Sem蕾 你先给你儿老大 那这瓶的时候 老大 你怎么可能是一瓶子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等我 走 董事长 你们要在雨中晕倒吗 现在医院费无本人 严重吗 已经上点滴了 很快就能退烧 把位置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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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希望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最不希望你难过的人也是我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不敢看你的眼睛 我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 相比告诉你真相 我宁愿你恨我 我宁愿你恨我 但是现在看来 是不是做错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应该留乎你 一 Um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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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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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才徐思雨出去帮欧阳买饭了 你到车上等吧 好 爸 小雅怎么样了 他没事了 你陪陪他 我去等卫生间 你陪陪他 你陪陪休息 小雅呀 爸爸陪你 你不用怕 我会让你有事的 你怎么来了 我该问你啊 你儿子的女朋友病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一小点声 病人需要休息 别那么大声 好吗 咱俩出去说 行不行 病人 那我非要在这儿说 最好这位胡理晶小姐 能够醒来听听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我胡说八道 你刚才小手拉得够显熟的呀 对呀 先到外面 咱俩到外面说好不好 要不是有人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励 这是医院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走 到外面 你干什么 你撒手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干什么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就当他的面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干什么你 你松开我 你干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松开我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干什么你 你能不能小点手 你干吗 你这是干什么 过来过来 你进来 进来 你放开 靳远 你过来 你听我听我听我听 你闭嘴 你太恶心了你 原本我在想 欧阳被那个狐狸精迷得 五迷三道的 怎么突然就分手了 我以为是他醒悟了 原来 是被郑大养大的亲生父亲 把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 欧长林 你太不要脸了 你这把岁数都可以当他罢了 欧阳 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你不承认是吧 好 我现在就去找这个狐狸精 我让他尽口承认 他为了上尉不择手段 竟然勾引自己男朋友的父亲 齐云 你听好了 你手机上那个人 不是林美娅 是林美娅的同胞姐姐杜若南 林美娅的原名叫杜若雅 这一对姐妹 是杜晓若和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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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晓若离开的时候 她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但她自己并不知道 晓若生下来 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晓若无力医治 只能把她送进孤儿院之后 她便带着若南远走他乡 而小雅 则被林治国收养 改名为林美娅 我知道你不敢相信 我已经和若南 做了亲自鉴定 这两个孩子 确实是我的亲骨肉 齐云 我不是故意瞒你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告诉你 欧阳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但她选择了 独自承受这一切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不想算把这事情 告诉林美娅 怕她受不了 我只能装保护了 你 真的拥救了 你 老子 你们 我 你 我 都拥救了 你 我 都拥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